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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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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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Tony 有时我们寻思一个用户 用户 Reverend 的信息 是很好的分享 其实我们有个想法是 当时是2014年左右 如果当时在币圈里发现现象 中国大陆的Bitcoin是比外面贵很多 贵很多 后来有一个做法 我们行内叫做搬砖 意思是我在外国的交易买了Bitcoin 然后打到大陆的交易 在大陆卖 卖完之后变成人民币 再经济渠道 那时渠道是很正常的 回到香港 香港再变成美元 再打到英国或者怎样 进入去循环来走 赚了差价 当时我自己也有做这件事 早做差价 但是做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中间人收的利润很高 我大概自己计算 比特币的差价 如果是少于20% 我做不到 20%可想而知 就是中间人就吃了20% 我们就谈谈谈 不如有没有办法 可以交易和交易之间 对了东西 对了它 对了它就是不如 做个寄数的东西 记住我欠你多少 你欠我多少 但哪个人相信你呢 是 哪个人相信你呢 现在交易和交易之间 没有关系 没有沟通的 不如你放真正的美元进来 就印一个Token给你 你就用Token 交易和交易之间交换 之后就成形了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那时候 谈的问题 你做一样东西是centralized 因为 Blockchain 的部分是decentralized 但是 本理上是centralized 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USDT的故事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就是转门开始的时候 是给搬专客 拿来做settle 是 当时我们第一件事 就弄了这件事出来 我很开心 真是想到这样的 然后走到中学大陆 那时候 因为我们是搬专客 最第一个Token就是中学大陆 没错 所以就去跟交易商量谈 这样吧 你用我的USDT 我们之间settle 这样这样的 但是没人理解我 没人理解我 被别人吃了很多闭门羹 不理解你的原因是听不明白 还是怎样的 不是 因为以前 他们的入金渠道很多 他根本就不用考虑 没错 即是可以直接收入门币 没错 那为什么我要中间 再把人放在一起 没错 没错 直至什么时候搞起 就是被人全部都赶出来 17年了 应该 17年 那就找回你们了 那时候我已离开了 OK 明白 现在其实外面也有很多人说 我自己也有说过 USDT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认为现在应该有两大问题 第一 他不是百分之一百百美金 例如他有100亿 他背后未必有100亿 其实一定没有 他自己也说了 未必有100亿的美金 在银行那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各地的监管部门 都对他有些意见 之前在几个月前 亦都有一宗case 在美国那边 settle了 就是罚了钱 当然不是罚了很多钱 我听过一个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帮忙评认一下 USDT现在背后有的美金 其实不足10% 而他如果你看contract里面的细致 他就说 如果你拿回USDT来对 他是会给你等值的美月资产 不是美金 但是美元资产 他可以给你一些不是美金的资产 但是美元资产 如果这样就很令人害怕 那究竟真相是怎样 或者你知道的故事是怎样 我知道的故事 当我在里面做的时候 它真的是100% 因为当时 亦都有些小小小故事 最初我们做的时候 银行是设置在台湾 设置在台湾 很奇怪 设置在台湾 为什么设置在台湾 原因就是 你以外户口 跟台湾银行是分割开的 那我们的钱就放在美元 其实台湾很开心 其实还好笑 我们见过台湾的高层 高层即是政府高层 政府高层 我们跟他们的卖点是什么呢 卖点就是 很多钱放在台湾 自然没有人敢打你 是 一打你全世界就 我的钱在里面 是呀 挺好笑的 其实这个点是 当时人们觉得 是好的点 我们最初是二、三线银行 后来台湾的大银行 做 即是政府说 你帮他们搞 即是想搞大 直至一件事 美国人不喜欢 你出声 如果他再跟 Trader ESDT 做settlement 整个台湾封了 不让他做settlement 那么严重 很严重 就马上走了 那时候 说真的 真的是100% 也不大 对 也不大 现在发展到现在 那又是怎样 现在发觉 有人发现是一条财路 是 自从2018年之后 有人发现财路 是 但是我 我对10%是否这个数 我有一点保留 我觉得来说 可能比10%是高的 是 是 我 大约50% OK 其余 都很害怕 其余是什么呢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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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债券 大家如果投资过 债券都知道 有 资格 是 资格 是多少 大家 不知道 明白 所以所谓的 未然资产 就是债券 我再提及一点点 因为USDT 其实 外界创资不抵债 是创了很久 他们的方法 其实都很特别 如果大家有留意 USDT 最初是 只在Blockchain上行 搞下搞下 就是 TRX 现在就 很多很多 TRX 很多个做Blockchain 就是做基层的人 USDT 接触他 我说我在里面发USDT 是 这样 OK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背后有交易 假设我Berry 做了Berrychain Berrychain有个Token USDT 来接触我Berry Berry 在你的chain上发USDT 然后我说 好 当然 会令我的chain 更加受欢迎 因为有个很流通的 稳定币 我不用自己想 但有个条件 我要付钱USDT 好合理 以及付Token 你付钱还是付Token呢? 两个都付 两个都付 问题是这样 Token 如果Berrychain正在升 USDT 水藏船高 水藏船高之外 亦有价值更加大 backing 所以中间有些东西在做 明白了 如果这个Berry币 价值是这样跌的 没错 这个就可能是一个计时炸弹 所以整个市场 如果是在升的话 你先顺着USDT OK 明白 明白 这个我相信是很大的提示 大家自行定夺 究竟应该要用哪支稳定币 这里有观众说 他认为All-in DOT和ADA DOT应该被BDC和ADA存储 你怎样看 DOT其实都大风险 DOT的创办人 Gay Furnwood先生 我刚才说过 我第一个Ethereum的项目是投资的 投资的 失败了 Track record有问题 他第一个做过DAO 另外他做过Pass Wallet 又失败了 别人放在Wallet 隐藏着人的Ethereum 但这不构成他的问题 我不是Speed EWOF 基本没有 而且Pokedot 也是一个 其实也有投资的 不过不是分身的投资 Pokedot其实 它爆发的机会 跟Cardano是一样的 还可以看的 明白 但当然如果是Apple to Apple 货给货的话 我是Cosmo 我是认同的 另外有观众说 可不可以谈谈B&B B&B 最近B&B是很重要的东西 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不懂得谈 大家判断一下 低位下来 比较高位可能没有了一半 没有了一半 我自己看 你看有没有补充 B&B我们看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币安本身的活跃度 因为始终是币安的一个平台币 人们买B&B很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减低手续费 现在币安是被很多人在狙击 之后会怎样发展呢 我不觉得它会倒闭 我不觉得它会 但是它会不会一直蓬勃下去 这是一个疑问 第二个大家要留意的东西 就是其他的DEX里面 其他去中心化的因素 譬如PancakeSwap这一类 其实它里面都会用大量的B&B 你也可以看看这些去中心化的DeFi的平台 它的TVL 就是Total Value Lock 其实有多少 如果你看到它一直上升 也是一个指标 看到B&B潜在爆发力有多大 如果倒转 它的TVL是向下跌的 这也是一个讯号 这一点大家又开始做功课 非常好的Share 其实我手上都有B&B 原因也是像Total所说 省手续费 竟然从20元升到上 什么事 没错 今天很感谢Barry 也很感谢我们一群YouDomain的 Live Broadcast Team的同事 非常专业 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路玩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之后也会剪较精华片段 上去YouTube和Facebook 希望大家点赞 订阅 分享 而且你不一定要同意我们的内容 你有更好的Sharing 更好的comment 也希望你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引发更多的讨论 去将我们这些有关于加密货币 区块链的知识 去推广给更加多的人知道 我们您将喜欢的生活 您从前讨论 Ayuda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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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